圣诸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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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回答他们说 梅色吩咐你们什么呢 他们说 梅色整许人写了离婚书就可以休妻 耶稣对他们说 因为你们的心硬 他才给你们写下了这条法令 但是 从创造之初 天主就造了一男一女 因此 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 与他的妻子结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样 他们不再是两个人 而是一体了 所以 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 回到家里 门徒又问他这事 耶稣对他们说 任何男人休妻而另娶的 就是犯奸淫 辜负妻子 若是妻子离弃丈夫而令嫁 也是犯奸淫 有人带着一群小儿子来见耶稣 要他 要他抚摸他们 门徒却斥责他们 耶稣看见了 就生气 对他们说 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 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天主的国 就是属于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谁若是不像小孩子一样 接受天主的国 绝不能进去 于是 耶稣抱起小孩子来 给他们副手 降伏了他们 上主的圣言 在今天的读记忆中 上主天主说 人单独不好 我要给他造个 与他相称的助手 上主天主 于是使人熟睡 就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 再用肉补满原醋 然后上主天主 用那由人取出来的肋骨 形成了一个女人 引他到人面前 为此 人应该离开自己的父母 依附着自己的妻子 两人成为一体 在今天的福音中 耶稣说 从创造之处 天主造了他们 一男一女 为此 人要离开他的父母 依附自己的妻子 两人成为一体 一致他们不再是两个 而是一体了 所以 天主所结合的 人不可拆散 我们现在生活的大环境 离婚率是越来越高 想要维系 美满的婚姻和幸福的家庭生活 挑战是越来越大 我们天主教 却是不容许轻易离婚的 这好像 不太跟得上时代 不太接地气 我们天主教 不准轻易解除婚约 其实是有着非常重要 有非常严肃的理由 第一 第一 我们天主教的婚姻 是盛世 它是天人关系的最好类比 一男和一女 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因着彼此相爱 就可以超越两个人之间 一切的有形和无形的差异 事许 不论在任何情况下 都愿意与对方共度一生 这种承诺 是多么的神圣 能够维系 这个承诺的爱 是多么的伟大 多么的感人 爱我们的天主 也是这样爱我们的 甚至更加的卓越和完美 因为天主 祂永远是忠信的 无论我们对祂是忠信 还是不忠信 天主都不会 从我们身上 收回祂对我们 所怀有的爱 我们天主教那么 重视婚姻的第二个理由是 我们天主教的婚姻 是一个盟约 而不是一般所谓的契约 或者合约 盟约的基础 就是爱 就是不分彼此 就是合而为一 就是合而为一 是无我和万我 对契约和合约的基础 是法律 就是在事前 就要把彼此之间的权力和义务 弄得一清二楚 就是想尽各种办法 多替自己着想 多保护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非常流行 强调 要在婚前 签婚姻协议书的原因 因为 任谁 也不愿意吃亏 任谁 也怕吃亏 请问 如果是这个样子 那婚姻的基础 到底是什么呢 是交易 是买卖 是有条件的 是有对价的爱 还是应该 是无条件的爱 你去网络上看 会有不少对岸的 那个相亲的短片 劈头就是 是不是你的条件 有车 有房吗 有存款吗 没有 那你也敢来相亲啊 就是把它变成买卖了 有这些 就可以买到爱情 哪怕是虚伪的 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 这么混乱 人际关系 这么的疏离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不懂得什么是真的爱 我们也不愿意 也不会 正确地去爱 天主教重视婚姻的第三个理由就是 我们天主教的婚姻是天主结合的 是男女两人成为一体 就连外教人或是没有信仰的人 也会承认婚姻是天作之合 是天赐良缘 在这个其中 所谓的天和天主 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婚姻是因为男女两个人彼此相爱 所缔结的盟约 盟约的基础是爱 是一体 是不分彼此 这就表示 凡事不能只考虑到我 而必须优先考虑到对方 只有你努力做到无我和忘我 才能够正确彰显天主的爱 天主爱我们到什么程度 在我们跟他来往的情况 他心甘情愿把他自己放在 对他最不利的位置 甚至可以为我们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记号是很有意义的 不要只看到苦行 酷行 要看到天主的爱 否则这个记号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愿意在于四个非常坚弱的问题 来帮助大家进一步反省和了解 我们天主教婚姻的真谛实义所在 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你为什么会爱上对方 为什么愿意娶他或嫁给他 难道你不知道 对方并不完美吗 其实问这个问题的目的 是想要帮助新人了解 爱是一个奥秘 我们是很难讲清楚说明白的 我们就是得先付出实际的行动 然后才有可能了解为什么 如果我们可以在事前就说清楚 想明白 那我们就有危险 不是在爱对方整个人的存在 和他的本质 而是在爱他的某些特质 某些优点和某些长处好处 当这些条件 这些特质 优点 好处 不在或变质的时候 难道就是彼此之间 爱情结束的时候吗 真正的爱当然不是这样 我们天主教 称婚姻为圣事 因为是天作之和 婚姻也是天人关系 最好的类比 天主对我们的爱 是主动的 白白的 无条件给予的 夫妻之间的爱 也应该是如此 因为爱 所以我用于无条件的许诺 与对方共度一生 无论日后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会改变 我所做的承诺 婚姻问的第二个问题是 婚后 你们愿意怎么安排和处理 各自的收入和财产 婚姻是一男一女 因为彼此相爱 而合为一体 既然已经是一体了 如果还要斤斤计较 什么是你的 什么是我的 你不觉得这是一件 相当荒唐又可笑的事吗 如果这样子干嘛结婚呢 没事给自己找麻烦 你就爱自己就 就自己爱 继续爱自己就好了 少麻烦别人 真正的彼此相爱 就是要学习 不分彼此 金钱财富 是为了帮助达到婚姻美满的方法 而不是目的 千万不要让方法变成了目的 或者成为达到目的的阻碍 所以不要让任何事物 变成你们彼此之间相爱的阻碍 我愿意问的第三个问题是 婚后如果你发现对方有外遇 而重重得罪了你 你会怎么处理 这个问题既严肃 又沉重 因为他碰触到了 最敏感的 有关忠贞和忠实的问题 许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什么都可以忍受 就是这一点 绝对不能接受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如果我进一步问你 你不是承诺 愿意无条件地 与我共度一生吗 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一点 绝对不可以呢 问这个问题 并不是要鼓励人 可以有外遇 而是为了凸显 为我们人要活出绝对无条件的爱 是多么的困难 任何绝对的价值 我们都只能够要求自己 而不能要求别人 而且只要是人 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十全十美的 那我们又凭什么 可以要求别人 非得怎么样才行呢 嫁给你 娶你 是因为爱 不是因为爱就可以 因为爱就要心甘心甘心甘心 做奴隶 就没有它的人权 没有它的自由 人在这方面 常常是搞不清楚的 因为我们很糟糕 我们干什么事都是有条件的 都是想控制 婚姻的伟大和神圣就在这里 因为爱我们的天主 就是以这种方式和我们来往的 如果天主也像我们 那么刻地要求对方 我看我们没有人可以 信这个教 也没有资格跟他有关系 真正的爱 必须经得起考验 真正的爱 就是只能够要求自己 并且尽一切的可能 去包容 去接纳 去宽恕 对方 我问的第四个问题是 婚后你们愿不愿意生孩子 现在许多人 宁愿同居 也不要结婚 就算结了婚 也不要生孩子 不论他们有多么 伟大的理由 或者充分的理由 都不能否定 夫妻之间的传递性爱 就是他们彼此相爱的最佳表达方式 而且 性和爱是不能够分开的 这一位不能够分开 所以 所生的子女 才是真正的爱情结晶 有关生命的课题 除了生命的根源 和生命的主宰 自己 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人 可以任意干预 主张的 一个不会尊重生命的人 大概他也很难了解 什么是真正的爱 因为他最爱他自己 其他人都得为了他赚 我还愿意强调 如果我们要买婚姻 必须注意婚姻的三个不是 第一 婚姻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而是零点五加零点五等于一 结婚以后 夫妻想两口 都要努力去掉自己一半的个性 要有做出妥协和让步的心理准备 这样才能组成一个完美的家庭 第二个不是是 爱情不是亲密无间 而应该是宽容有间 间就是距离 结婚以后 夫妻双方 有点模糊 保留点 反而更具有吸引力 给别人空间 就是给自己自由 请记住 婚姻不是占有 而是结合 所谓结合 首先就得尊重对方 给对方应有的时间和空间 婚姻第三个不是是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更不是算账的地方 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 婚姻师夫妻 共同过日子 如果什么事情都要深旧 法理 那只会弄得双方 都很疲惫 都很痛苦 我们现在人际关系 很不容易好的原因也在这里 因为我们任何关系 我们都优先强调是非对错 因为我们都太有学问了 我们都自伤 都希望自己自伤一五七 我请问你 你跟一个你喜欢的人在一起 然后你就发现 你在他面前一无四处 你会喜欢跟他在一起吗 你有病吧 但是奇怪了 越是亲密的人 越要真理 真是非 到底有什么病啊 因为你只敢欺负爱你的人 施定他 还不糟糕啊 碰到陌生人 你敢强词夺理吗 可悲啊 可恶啊 爱意识很容易 爱一生意识却非常不容易 这就是婚姻 最有意义 最有价值 最美好的地方 他需要相爱 并试取 共度一生的男女双方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付出 不断地包容 不断地相信 不断地盼望 不断地忍耐 所以不管日后 在婚姻生活中 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 只要夫妻双方 都能够彼此心心相应 同心合力 那就没有什么 过不了的难关 和克服不了的困难了 这也是婚姻的美的地方 因为碰到问题 你不是一个人要承担 有人陪伴你 有人支持你 有人了解你 我自己的父母 今年结婚已经76年了 愿意分享我父亲 受苦76年写的一首大游诗 供你们参考 忍无可忍 也得忍 心在爱中永不移 横批 天赐良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